手动对焦 所以我就是手动对焦狂忍 我不太喜欢自动对焦 因为我觉得自动对焦就是 你把你的所有的 有点像在堵的概念 就是我不能去控制所有的东西 他如果真的是有新人这样子走过来 然后他就直接失焦了 完全我没有办法去控制他 所以手动对焦 我至少失焦那就是我的问题 那如果自动对焦失焦 那就挤挤忍 所以手动对焦这个大萤幕真的是非常友善 真的 你那种三寸的Sony的小萤幕 Canon的那种三寸小萤幕 你要怎么手动对焦 你很难去手动对焦 所以如果我之前拍Canon的相机的话 那我上面还是要再外接一个萤幕 这样加起来就比这个还要重了 那我这个真的是可以整台裸体 就是完全不加任何配件 我就直接这样拿出去拍摄 真的是还蛮厉害 而且麦克风也还不错 我不用再外接什么神奇的指向麦克风 如果你需要指向麦克风 也是可以加的 但是你真的可以完全的 什么东西都不加 萤幕也不加 这个萤幕操控所有的东西都超级方便 超大萤幕 完美的拍摄 对对 那之前之前也有在 那之前我也有在考虑说 到底要不要买Canon的R7或者是富士的旗舰机 就是APS-11圈 那我之前也有在 那之前买这台之前 在买这台摄影机之前 在买这一台新的 摄影机之前 我有在考虑其他台 像是Canon的R7或者是富士的APS-11旗舰机 它有两款也都有在看 那最大的差别我觉得就是有自动对焦 跟没有自动对焦 但是我99%都在用手动对焦 所以完全我没有 在买这台摄影机之前 我其实也有在看像是Canon R7 在买这台摄影机之前 我其实也有在看像是Canon R7 或者是富士的APS-11旗舰机 它有两个 一个是专门摄影的 一个是比较多录影功能的 但是整个比较起来 我觉得这一台还是就是最 CP值最高 而且是最长 那在买这台 在买这台4K之前 在买这台新的摄影机之前 我还有 在买这台新的摄影机之前 我其实还有在看像是Canon R7 或者是富士的APS-C的旗舰机 它有两个 一个是就是专门给摄影的 但一个是有更多的录影的选项 可以让你选两种规格 那我觉得比一比 我还是持续用我们的Blackmagic 因为我觉得它的资源非常非常好 它持续到了今天 4年前的摄影机 持续到了今天 它还一直在更新 更新加了很多东西 像是有Gyro的资讯 像是 那Gyro的资讯 就是那个陀螺依的资讯 就是陀螺依的资讯 那你在后期的时候 你可以用印象稳定的功能 丢到Gyroflow 或者是你直接用DaVinci Resolve 也可以 你直接影像稳定 你可以去详细调整你一些陀螺依的资讯 那你就可以在后期 就是后制的时候 你去丢到Gyroflow 或者是DaVinci Resolve 内建的也可以 你可以详细去调整你影像稳定的强度 那更精准的去控制你的影像稳定的效果 真的是超赞 那它还多了一个像是直视影片 我觉得也还蛮赞的 就是我平常有的时候也会拍直的东西 可能要丢short 或者是小小短片的话 那我直接拍直的 拿它的metadata 就直接卡入它是直的影片 我就不用在那里后制 它在那里翻来翻去 就直接拍完 我就可以直接上传了 就不用在那里翻转我的影像 那么我也不用在那里翻來也就要 这么说 那我这样讲 你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那么小太子 你看到今天 我自己有点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自己就能够 但是这样子的 不能所以就像生这个 再放这种 我们这样子的 還有另外一個啦 還有另外很棒的就是 還有另外很喜歡 還有另外我還蠻喜歡的就是它的 preset 功能 就是 還有另外一個我超級喜歡的就是它的 preset 功能 它這個 preset 就是你可以克制 還有另外一個我很喜歡的就是它的 preset 功能 你可以設定很多很多的 然後另外一個我很喜歡的就是它的 preset 功能 那 preset 就是你可以克制化自己的一個完整的相機 所有設定的一個選項 preset 然後你就可以存起來 像是我這一個是 120p 那我平常在房子 那我還蠻喜歡的一個東西就是我們的 preset 功能 那聽起來好像沒什麼 但是我真的覺得超級無敵方便 你變成你像是麥克風的一些選項功能 像是我有時候用無線麥克風 有時候用指向性麥克風 那些爭議那些調整都不太一樣 那我的螢幕亮度 我想要的任何的自訂功能 可能在每一個拍攝都不太一樣 可能有的時候我在拍自己 有的時候架在那邊 有的時候我是攝影師 我要去看一些什麼 那個 false color 偽色彩之類的功能 那你可以把全部都設定成你個人的喜好 那變成我需要像是拍電影 24 格 那我就設一個選項預設 然後我像是我要直播在外面直播 那我可能調整的就是螢幕很暗 因為我可能就會有外接螢幕之類的 反正你更...